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华看起来很年轻 但其实早已经60多岁 之所以能这样年轻就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美容办法 而这办法就是吃饺子 卢华现场给小雅做了一份能美容的饺子 可是小雅显然有点难以下咽 但为了青春 她也是吃了这些饺子 而这饺子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全是因为她的食材都是可怕的东西 而这东西就是剁掉的胎儿 卢华经常会去医院购买剁掉的胎儿 以此让自己永保青春 还能做点生意 现在有个富婆小雅经常要饺子 所以卢华也就更频繁地去购买食材 小雅也从起初的饭味到开始挑剔饺子的口味 虽然开始变得更加年轻 可是依旧不能吸引住丈夫 于是小雅请问卢华 卢儿可以做到更加年轻 卢华说只要有四五个月的胎儿 就可以满足一切要求 但是最近查得比较严 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材料 小雅恳求卢华一定要帮她恢复青春 不管多少钱 这前脚刚走的小雅 后脚就有个阿姨带着女儿 拜托卢华打胎 因为没钱去内地 所以只能拜托到卢华 因此小雅需要的顶级材料找到了 吃完这个饺子后 小雅感觉脱胎换骨 气质非凡 自己的丈夫也终于对自己另眼相看 而小雅的种种变化 让身边的人都觉得非常好奇 纷纷询问小雅是不是整容了 在聚餐司 小雅身上开始出现搔痒异味 这让她有点害怕 询问了卢华这是什么情况 而卢华的回答 就是胎儿因为太大 所以有点怨气 这种情况非常正常 而除了闺蜜好奇 丈夫也十分怀疑小雅的变化 在偷听到了对话的内容 丈夫找到了卢华 也拜托她给自己吃上这种饺子 因为她也想让自己更加帅气 在这短暂的接触 两人瞬间摩擦出火花 而小雅身上的搔痒异味 越来越严重 医院也查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小雅赶忙找到了卢华 卢华当场撕掉了 之前小雅给的巨款 因为卢华此时想勾引丈夫 作为正牌 拒绝了给小雅继续提供饺子 而此时之前打胎的小女孩 却因为大出血不治身亡 妈妈就杀死自己的老公 原因就是之前多掉的孩子 其实是自己的老公的 新闻霸道这件事后 卢华就赶忙开始逃跑 因为她知道警察会找到她的 果然不久后 警察却扑空了 没找到卢华 没有了饺子的小雅 为了能永保青春 开始重金收起胎儿 自己做出饺子 而卢华却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随心购买这种违法物品 导致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丑 最后 小雅回想起 结婚时自己许的三个愿望 要幸福 要开心 要永远冒霉卢华 而开心和幸福的前提 就是她需要冒霉卢华 否则 她将失去自己的爱情 失去自己的一切 故事结束 女人对美丽的追随 永远跟男人喜欢年轻女子的道理一样 不会改变 这世界多少为了留住青春 恢复美丽 不惜一切代价 吃进苦头的女人 而之所以想保证青春 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担心自己的爱人 嫌弃自己的模样 而选择隆默自己 如果世上每个男人都有担当 都有责任心 那也许女人对于隆貌 就会稍微不那么在意 当然世上好男人还是很多 就是因为有一小部分的渣男存在 让女人难免会担心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少年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